大家好,我是佳君阿姨 昨天我从南宁到了防尘港 现在我是在中越边境上的边境小城东兴市 这就是中越边境上的东兴口岸 现在可能因为疫情,口岸是关闭的 走出这个国门到对岸去就是越南的盲街 旁边的高楼是做边境贸易的商城 因为今天是工作日,这儿的游客不多 可惜今天阴天,要晴天多好呀 这儿也没什么人 这是口岸正对着的街道 口岸周围这些地方都是叫口岸景区 房子下边都是商铺 现在看起来有点冷清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 这儿一定是很热闹 到了这儿就有好多越南风的东西 这条街走到尽头就能看到这块碑 这是清朝时候的戒碑 这在光绪十六年的时候立下的 上头写大清国清州戒 这个被玻璃围墙围起来的是中越戒河 对面的建筑就是越南的口岸 全民街商 这些小商贩基本上都是越南人 还是那条河从这儿拐了个弯 拐了一个90度的弯 对面都是越南 这个大楼写着玲珑大酒店 中文 一号戒碑 周边这一带都属于东兴国门景区 全都是集市 小巷子里都是集市 越南特产的小食品 越南咖啡 还有一些个越南产的小药 从这儿走下去是国门老街 也就是我刚才走过的这些个街巷 整个景区不大 不买东西的话 有一个多小时就走完了 附近还有一个中越友谊公园 我就不去了